哈囉大家好 其實之前我有拍過那個 我這次想要拍的是8到10層 按抵抗影子 其實第八層的部分之前有拍過 只是 上傳中段之後要再上傳他就不給我傳 所以就只好再重拍一隻 那就進入關卡吧 前面部分大概就先靠手轉 然後通過歐北滴 歐北滴的考驗 就來看看歐北滴吧 黑白豬 黑白豬 然後今天是禮拜五了不知道大家明天有什麼 的行程 怎樣的行程呢 最近我運動的時候發現好像 這樣大部分都都在家裡很乖乖的在家裡 車子變多了 真的是有差啦 不過這樣也好啦 就是大家都乖乖的不要亂跑 不要造成防疫的缺口 然後 不過最近好像有出現那個 囤貨潮 我覺得 囤貨這東西就是 看個人啦 如果你真的有需求的話 一定要買那些東西 我覺得 恐慌有可能也是無可厚非 但是不要 因為別人操作 而有這種情形發生 好這裡通關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即便像我這麼手殘的人還是能過的 然後 然後往這裡的話呢 就盡量把那個 水火木珠給消掉 然後等一下你在 轉珠的過程中會稍微比較順一點 好這裡就開啟鐵扇加上皮卡 應該沒意外的話 應該沒意外的話 這樣就能過關了 主要輸出還是靠皮卡 沒問題 沒問題 然後這裡的話就稍微注意一下不要撞到那個 睡眠珠 就安心送它上路就好了 沒意外的話應該也是 一回合可以帶著 好這樣是沒問題的 可以看得出來 鐵扇的陰威 然後這裡請你開敖廣的G2 就看一下版面 其實版面還好的話 稍微 手轉就好了 沒意外的話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一回合可以帶走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三回合帶走它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以看得出來鐵扇三都三死它了 好下回合 就先開始了 稍微 我會想看得到 我會想看得到 好 稍微 保持 我會想看得到 你 然後 我會想看得到 好 小 人 有 這裡的話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削到暗珠就好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盡量把暗珠給 用疊珠的方式削掉 好這一回合應該可以帶走他了 第六回合 輸出有第六關 然後這裡的話 輸出部分大概會比較依賴鐵扇 最好鐵扇可以刪到他10以下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這裡就關掉鐵扇然後再開啟轉一吸即可 大概鐵扇摸他個三下他就會拜拜再見了 好沒問題喔三下就可以帶走他了 這裡達到三一二 然後王一的部分麻煩你就直接開啟項羽 然後看 火珠好了 好像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運氣還滿不錯的 然後王二再開啟那個龍克 他配項羽 那主要輸出其實是靠皮卡項羽跟 呃對啊 皮卡跟項羽 那在影片快結束之前呢 麻煩你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訂閱喔 然後看一下喔 這裡就先開啟項羽 我常常都會先開技能 然後再開啟項羽 就會把比較好的 那個狀態給消掉 然後開一下皮卡雞二好了 其實是沒差 但是就稍微的開一下 好這裡開啟龍克喔 有人帶鑽石啊 如果你沒有九封王的龍克的話 又有鑽石 你可以帶鑽石去避免他 第一回合殺不死他 然後又要那個 那個 要那個什麼 鹽子 那個叫什麼 他血量 在低於 快接近一滴血的時候 是不會死的 所以就 這樣是比較麻煩一點 光項羽就打掉他快一半的血量 然後再加上皮卡跟像 最後一隻像魚其實 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然後 我看這裡的那個 豬很少 我們就炸一下 然後多一點 那個 光珠 其實就 然後再加上皮卡 這樣就可以通關了 皮卡的那個 這個25秒其實很夠你滑喔 好沒問題 然後 我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然後喜歡我的影片的人 麻煩就幫我多多 按讚 然後如果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感謝大家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週末喔 掰掰 418 5 1 2